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 经过75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中国的国家面貌和人民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有一点从未改变 那就是我们和平良善的本性 国大包容的胸襟 和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它根植于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 生长于中国人民的灵魂深处 中国愿筒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一道 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携手前行共担风雨共创未来 整理下来在中国和中国分合作的 中国又重阴地的练义 和中国人的练乱 我们的国家是多么重要的。